这样我们就关注在全球疫苗施打理念 美国乱到不行 打了三个星期 为什么速度这么慢 在报道一开始会看到佛罗里达州 优先等待施打注射的老年人 在冬夜里在户外彻夜排队 还有人坐在轮椅上 而州长是跟记者互呛 丝毫不认为他有任何的责任要负 纽约州立刻公布了打得太慢的医院 决定加以惩戒 还公布了该负责的官员照片 甚至把纽约市长的照片也一起公布出来 叫大家监督 加州的医疗系统已经崩溃 心脏并发 任何临时的病 医院的救护车到了 但是没有办法 送进医院只能做急救而已 美国各地都在施打疫苗 但速度实在太慢 引发疲愿 佛罗优先施打疫苗的长者 在冬夜里打牌长龙 彻夜守在佛罗的医院外 等候的警匠 格外令人不舍 记者要求佛州州长解释原因时 这位地方官员却恼羞成怒了 佛州目前共收到115万剂的疫苗 但只施打了五分之一 约26万剂 州长在记者的追问下 把责任推给了医院 幸好不是每位州长都爱表演甩锅 纽纽约州州长谷默在面对医院施打效率不张问题时 不但把落后的医院表列示众 同时也记出重称 在医院里面对医院的疫苗中 古墨还公布各级官员照片 包括纽约市长白四豪在内 古墨要他们担起监督医院的责任 若有失职 民众就知道该向谁就责了 全美将近一半的医院施打效率不佳 但也有应变得宜的典范 像是加州尤其雅市的医院 冰箱突然故障 里面的疫苗仅剩两个小时就要失效 医院立刻通知社区民众 先别管优先名单 通通都来打疫苗 因为一剂都不能浪费 美国防疫专家佛西乐观地认为新年假期结束后 美国应该可以达到每天施打一百万剂的量 但他也警告未来几个星期疫情会更加严重 疫苗追不上病毒的速度 加州各地的医院爆满而停止接受病患 救护车接到心脏病突发患者 如果当场抢救不及 现场就宣布死亡不再送往医院 现在就算是上了救护车的人 也要等好几个小时才能入院 欧洲施打疫苗的速度也不理想 英国是因为政府手续多而且存货不足 法国则是起步太晚 德国虽然疫苗开打但疫情死亡人数仍不断攀升 已经累积突破三万五千人 首相梅克尔下令延长封锁令20天到1月底 同时也寄出了更严格的防疫禁令 至于对抗疫情的另一道防线病毒筛检 现在也出现了更便明的管道 美国消费者可以在亚马逊的平台上 买到FDA核准的再加病毒测试剂 加州圣迪牙科大学校园里的贩卖机 也摆设了新冠肺炎筛检套组免费发放 TVBS新闻总和报道